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starnet的中文课 今天还是那个team给我们带来第三节课 关于开了合约的编写一部 欢迎team 这节课我们来就是聊聊这个开了合约的编写 测试以及部署 嗯我们上次的话是上节课主要讲了一些 这个starnet的开发工具相关的一些内容 然后这节课的话我们就是从这开始吧 来讲一讲这个合约的编写这块 然后我们其实还可以继续服用上次那个starnet的方准工具 来先生成一个新的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上次生成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我们这次形成一个叫demo吧 然后打开demo看一下 然后对上次我们也是同样生成了一个这样的合约 但是我没有具体讲这个到底是怎么个写法怎么意思 我们这也可以就来学习这块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大概这块 先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结构 它给的一个demo的这个合约的demo 它前面的结构它是分两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它是叫这个starnet interface 然后这部分是叫starnet contract 这两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两个就跟我们平时之前在slit写合约一样 像这个starnet interface就是 我们比如说在slit里面 比如说我们建议一个interface 叫什么IE2C20这种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它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方法 它这里面有两个显示方法 一个是增加余额 一个是一个是获取余额 不过它这个是没有高亮的代码显示 可以先不论在这个 然后下面的话 这块就是它的合约部分 然后合约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合约名是用这个mode来命名的 其实它就跟slit里面用contract名是一样的 它这个mode是因为取自rust的语法 rust也是用mode的这个 然后它上面的interface它是用trade 它只是它这两个红 它是代表上面这块是interface 下面这个合约 然后关键字的话上面是用trade 其实就是我刚才我们举一个例子 这儿改成interface 就是类似于我们写的slit写的那个接口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底下这块合约 它这个storage这块是 就是那个storage变量 但是它这块有个优点 就相比于slit有个优点什么呢 就是它把这些所有的变量都放在了 这个同一个这个结构体里面 它就是首先用这个storage这个红 然后来定义一个结构体 然后需要把所有的那个变量都放在 就是storage变量都放在这个结构体里面 你放在别的地方是不可以的 比如说我还想增加一个 类似于mapping的东西 比如说mapping 当然这个语法不是这么写的 我是大概举个例子 比如说用slit写法就是address到 到这个uint 就是这不论定义什么的 什么这个 专态变量都必须要放在这个storage 这个结构体里面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比较一目了然嘛 不像我们尤其是写那个storage的 升级合约的时候 它那个一个slot在这儿 一个就是一个变量在这儿 一个变量在那儿 可能你后面再插一个什么函数啊 什么的就感觉整体结构比较乱 然后这块的话它就是比较 一目了然比较清晰 然后它这块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事件 就是我们在写合约的时候会发事件嘛 事件的话它其实也会 也是要统一放在这个event里面 不过这个以后后面我们再讲 然后后面的话下面这块就是 就是它对这个上面 它不是定义了一个这个接口吗 然后它下面这块就是对这个 接口的实现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块是 不像我们之前在那个storage里面 就是比如说它你得继承一下 比如说什么mode 的hellosternetase这个 这块它是不是这么写的 这块它是 就是我们直接在这儿 就是也是类似一种Rust的写法吧 就是实现它的一个这个代码块 然后这个external v0的意思是 呃就是表示它这是一个外部方法 也有外部可以调用的 当然这个这个红其实已经现在 现在已经不建议使用了 这是应该这个老板 现在现在我记得是叫 embed vv0好像是 稍等我看一下 嗯是这个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它给的这个例子 就是external v0 其实它为什么加个v0呢 就说明它这个版本是一直是 仍然是在一个 我觉得仍然说可以说是在一个实验性吧 就是它可能一直在更新 所以说v0可能只是 呃某段时间 比如这段时间可能它会表示这个 就是说明它并不是一个 呃一个完整版的一个一个东西 当然现在它是都建议使用下面这种这种红了 上面就不建议使用了 然后它这块是 可以看到这块是实现了它的两个 呃上面两个方法 一个是增加变量 一个是 一个是获取变量 然后呃这块的话像这个balance 就是我们前面定义的这个状态状态变量嘛 呃获取balance都是要使用这个self 这个前缀 然后有点类似于那个 pathon 它不是也有个self吗 然后用self的话 呃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self取到自身合约的这个专态变量 然后如果是读的话呢就是直接就read的 然后如果是写的话就就掉这个write 但这有这块有两个不同嘛 就是我们就是知道这个increase它肯定是会对这个合约状态进行变更嘛 然后get它只是一个读方法 然后这两块 其实这个get在select中可能就是view啊这种方法 然后这边它有一个区别就是view方法的话它其实就是这种 嗯前面加一个这种add的符号 这种在care里面就是快照的意思 其实就是嗯它使用这种写法的话它是不会更改这个合约的状态的 而如果使用这种refself的方法的话它就会就是 就是默认这个函数是一个会更改合约状态的一个方法 大概就是这个区别 这是一个它给的一个很简单的demo的例子 然后我们这节课主要就是想通过编写一个er320的合约 就是care上的er320的合约来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整个的编写逻辑吧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先退一下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一直没有代码高量重新建一下可以 你先试一下看原本能否正常编译 我觉得是它这个包卡住了 我们先新建一个叫er320的文件 然后把这块链删掉 然后这块使用转播的er320 这啥意思呢 这就是care上的一个包管理的一种写法 就是lame.career它是这个就是career编译器 它去编译的时候一个起始点 它会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然后它就编译什么东西 如果是刚才那种直接把合约写在这里的时候 它就会只会编译这里面的合约 如果说我们就是我们要开发项目的话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文件所有代码写在它里面 所以说我们可能会自己去定义一些其他的合约文件 这里我们去定义了这个er320的开入文件 然后把它就放在 把这个er320的这个mode 就定义在这个lame里面 然后就代表我们告诉这个编译器去寻找这个er320mode 然后最后就可以找到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去编写er320的合约 然后底下这块应该是网络问题了 可能还是比较慢 我们先等 我们先不管它了 OK 然后就刚才我们那个例子里面 它不是最开始是要定义一个er320的 就是一个trade的一个interface 然后我们也同样是去定义一个er320的一个trade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这个starkknight interface 去定义一个trade 就是我们定义一个叫iER320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叫tcontract state的一个 它是一个范形 其实它就是一个指代这个指向合约内状态的一个范形 不过这范形这块其实名字起什么都无所谓 但是这种叫tcontract state 它其实是一个业界的一个习惯嘛 所以说一般都用这个来指代 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些名称 比如说name name它会 它的返回值是这样写的 就是一个箭头 然后252 然后name它肯定是要 它肯定是一个指读方法嘛 然后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写出这个symbol 以及这个decimal decimal当然就要返回一个 u128或者说其实u256或者说u几 因为decimal因为比较小嘛 所以我们返回u8就行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前面先不关注一下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 这个carer里面它是没有这个 就原生它是不支持这个u 就是uint 256这个结构 这个类型的 它是最大只支持到这个file252 也就是252位 所以说它的那个u256 它是没有原生支持 但是它会有一个用两个u128 两个u128去组成的结构体来去组成这个 u256的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u256 是由两个u128来组成的 然后它两个u128 一个就是低位的 一个就是高位的 就是我们上节课讲到 那个调用的时候嘛 就是可能得给它分开 比如说比如说我本来 我u256只是填个100就行了 但是我这里因为我要分开 所以说我那个100在低位 然后高位就填个0 这当然需要注意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就是关于12320这块 可能有个小坑的 就是这个carer里面 它是它的这个语法默认的是 是这种下滑线下滑线的这种命运方式 就是snickes 比如说total supply 我们先定义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制度的编量 然后它就返回u256吧 就是carer里它的编程的规范是希望使用下滑线定义的 但是因为我们在以太坊主网上编写的合约 它都是这种形式的 大写这种格式的 所以说有一个坑啊 就是如果说我们编写成这种格式的话 可能有些钱包还是不认的 比如说我们编写一个12320合约 肯定是希望这个钱包能显示嘛 可以导入这个token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什么total supply啊 比如说transfer from啊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操作 比如balance of也都给它写成这种下滑线格式的 可能钱包又显示不出来 所以说这块也是个小坑啊 就是其实目前的话 好像是carer标准是希望这么写的 但是反正各种书法都有吧 目前是openception那边 它把两种格式都实现了 它既实现了这种下滑线的 又实现那种大写的格式 不过我们这边的话 就暂时建议这种下滑线格式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定一些 这个12320的标准 大学一般就需要传入一个账户地址 这里是要使用这个账户地址类型 这个类型它是需要手动导入的 就是在前面需要手动导入一下 而不是直接就可以使用 要在这导入一下它可以使用 然后接下来还有allowance 再把它在这里 allowance的话有有个owner 还有什么还有transfer transfer的话它就是一个需要对这个状态变量进行更改 所以我们就不能使用上面这种形式 我们就写得写这个ref self 然后把这个这过来 然后它需要一个收款人 然后还有一个transfer from 然后它也是一个需要修改状态变量的一个方法 然后它有一个是thunder 然后也是一个收 应该也是一个收款人和一个数量 还差一个proof proof它也是需要修改这个状态变量的 然后做全的数量 诶这个transfer和transfer from 要不要返回值都是一样的吗 它就是央线20里面其实是一个 返回不耳直的一个返回值 对就是这块其实就是涉及到 我刚刚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现在对这个就是三年代 它之前也提了个标准 它叫SNIP 就是以太坊它有个EMP 然后三年代上它有一个SNIP 它是它自己定义了一些这种方法 比如说它就是定义的这种transfer from 然后是这种格式的 然后它就是也有一些区别吧 就是它没有那个 它目前那个也不是特别的标准 所以说我们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demo吧 这个后续可能还得看这个前包各方面的支持 对对 因为我之前也写过一些ES20确实是不能导入 后来我只是比如说这个totestup live 我只能改成这样才能给它导入钱包里面 OK这样我们就把这个接口写完了 接口写完了 然后我们就得写这个合约 比如说合约的话就是用starnet的contract这个红 然后mod的话我们就叫ES20吧 对一个合约的话就是一个最小的合约啊 也需要是显示的把这个storage给它是不是有快捷键 这样就可以 也需要显示的把这个storage这个结构体给它给它写出来 要不然它是无法编译的 我们先试试现在怎么能编译吧 OK现在是可以编译 那我们把这个深调试应该就不可以编译 看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必须要定义一个storage的这个结构体 哦现在有高量 刚才应该就是那个包还没有反应过来 它的变量的话一个就是name name就是filed212 filed212它就给我们刚才提那个最大是21252的那个一个类型吧 它其实一般是用来只带这个字符串 然后就是有一个小点点 就是在storage里面它会有一个bath类型吗 然后目前这个在carly是没有这个这个类型的 所以说一般来说bath也会用这个filed252来代替 比如说bath它不是一个树组吗 所以说可能得它的252来代替 像OPZAPLIN它弄了这么时间 我们还有symbol 我们先试试U8 然后totalsupply 我们就直接用它了 然后就是对这还有这个approve跟alounce这块 就是涉及到那个mapi嘛 但是它这个carly的mapping它是这么写的 它是需要使用这个叫lengacymap 然后变成balance的话它就是一个地址 对应于一个数量 往后有去alounce也是一个mapping alounce它在storage里面它是一个嵌套的一个mapping 但是这里是不支持圈套的mapping它怎么实现 它是用一个一个圆组一个两个地址的一个圆组 然后来进行对这个功能的实现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这能不能编辑成名 这是contract address 哦对它这contract address它是我们上面已经导入这个contract address 但是它这块只是适用于这个trade 然后这个contract address还需要在合约里再进行引入一次 虽然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写 但是确实得干 对这两个冒号其实现在都可以取掉了 最开始的版本是有这个两个冒号的 下面加都可以 这样我们就是把这个storage这个池子给它定义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提到这个事件 它的事件是怎么写的 它的事件是我们也需要定义一个event的一个 然后比如说要需要把所有的事件都放在这个 一个事件的一个枚局里 像1230的话常用的就是transfer一个 然后这个事件还需要加上一个derived 对 还有一个stark knight 这个是表示它是一个stark knight事件 这块需要加上这个 然后这个drop是Rust的所有权里面的东西 所以也需要加上 这里是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事件都放在这个事件这个枚局里 然后这个前面是名 然后后面是指带的具体的实现 但是它这两个都是一样的名 它这个pool 也就是说后面我们还得需要把这个东西 把这两个再各自实现一遍 就实现啥呢 就是把它的每个定义 它里面的什么字段啊 什么都给定义一遍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找一找的 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呃这个就是它的定义的名 然后这个又指在这个transfer是指在这里的transfer 然后它这个transfer是呃有这个from to value 然后这个provo也是有这个owner spender和value 它就是呃就这个是指这个 然后这个是指这个 所以说这个大家具分清楚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是把这个呃事件就给定义完了 事件其实就我刚才提到跟这个storage 其实是怎么说呢 就是看着比较一不了然吧 它把事件都定义在一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扣民间维护啊进行修改 都是非常方便的 不像storage可能event这儿塞一个那儿塞一个 就是比还比较麻烦难找 然后接下来它是有一个嗯 勾到函数 也是类似于storage的勾到函数吧 但是它这里面的都需要加这个 加这个红啊 它这是不是也有块钱 然后在这里面就进行一系列的 这个出示范操作 这里出示范我们就 我们就出示范一个name吧 叫name 然后single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 转带边量这块进行复制 然后还有decim 哦对 还有一点是 嗯 这会儿我等会儿再讲 说对这个write进行写入 我们不是用这个scarp 编译 它有一个小功能就是 比如说我们写的这个 比较不乱啊 它有一功能就是用 scarp fmt 它可以替我们各出化这个文件 这是一个小功能吧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过渡函数写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得 嗯 去实现刚才我们例子中 嗯 不是需要对这个trations 这些方法进行实现吗 然后我们是需要在后面再给它加上 就是在carl合约里是有 嗯 一个叫外部方法 一个叫内部方法 外部方法就是我们在合约外部可以调用 内部方法只能合约内部调用 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些都是外部方法 像name symbol 像这些都是作为其他合约都可以调用的 所以说这块是需要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 inbed 就是这个 红的加上 然后我们来实现它这个 这部分 contract state 这个块使用super是因为它是两个 它是在上一级别 所以要使用super把这个IER再给它引入 就引入进来 然后这个contract state就是我们这里的contract state 就是它会取到这个合约的电量 引用这块 然后记得这块和上面这个tcontract state是不一样的 这块是 它只是一个范线的名称 这个你改成a改成b都可以 但是习惯是使用这个名称 然后我们接下来 但是我们就要实现这几个吧 我们把它全复制下来 name的话就直接返回name就行了 然后这里有个点就是它也是rust的一个优势吧 就是不用去显示的写return什么什么 主要把这个值直接写着 然后不要记得千万一定不要加这个分号 因为这样就就不是返回了 这样就是一个语句结束了 然后这样就可以 可以省略return 然后是确实比较方便 然后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就是直接读一下这个simple就行 同样的这个也就是直接返回代simple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实现一下其他的器材 像这个都比较简单的 你直接复制过来 您实现就可以 再注视它吧 total supply其实它也就是 返回一下我们的total supply dialesof的话 它是需要读取上面的这个balances 这个mapping self-dn-balances read 然后alons这块我们前面 看到在哪里 对它是一个 以这个圆组为key的一个mapping 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读的话 也必须在这种 比如说在read里面去传入一个圆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怎么写 self-alons 因为传圆组嘛 所以说我们记得是两个括号 因为加括号是一个圆组 然后这框块里面是一个是owner 一个是spender 对那么这几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实现了 接下来这几个都是需要去 修改合约状态编较量的一些方法 然后我们接下来把这几个也处置下来 这里我就建议他们官方 一二三个代目的写法 它是 对他们是 像我们在写slated合约里面 像transfer 还transfer from 一般会调用一个内部的方法 比如说 内部的一个下滑线 transfer 然后有一些方法 因为我们这块都是这个外部调用嘛 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可以先调用 先定义一块叫内部调用 就是内部调用代码块 这块怎么写的 这块是 也是一种约定俗伤的写法 就是要先写一个这个 generate trade这个红 然后去这种写 storage imp storage trade 一般来说是 嗯 加上这general trade 其实这啥意思呢 这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底下会定义好多的方法 比如说 A1啊 A2啊 然后 他就会默认为我们生成这个 就上面这个trade 就是 隐式的生成这个trade 然后我们就不用手动去 去写这个东西了 但是 但是一般来说 使用这个红的话 一般都是在这个 在这个 嗯 内部方法这块使用 外部方法这块的话 我们都会默认的 也是一种习俗吧 约定俗称就是 外部方法我们都需要显示 给他写出来这种trade 然后内部方法我们就 嗯 不需要写trade 然后用这个generate trade这个红 来代替我们实现 不过你外部方法你也可以这么搞 都是都是可以的 把这个删掉 然后我们把 看这个 OK 然后 我们来写一个辅助方法 对还有一点就是 嗯 这个storage input和这个storage trade 它是 这个名字啊 是无所谓的 就是你也可以写storage啊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怎么internal啊 写啥都可以 就是 嗯 我看是比比较长运的 目前啊 一个就是叫 一个就是storage 一个就是internal 我们这里就使用storage吧 然后我们这里 嗯 给他写一个内部的helper方法 也可以用快捷键直接给他 格式化 这里我就 不再手动写 直接把它粘过来 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 你可以看他这个写法什么 都写了什么 他这个第一个是assert 就是 在carry是没有require那个预据的 他只有assert的这个预据 assert它就是 其实作用就是require 就是 判断一些 去做一些参数教验 比如说 这里教验sender是 嗯 不能为零 然后这个收件人也不能为零 然后后面是这个 嗯 报到信息 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 他这个是 嗯 在carry是 目前目前啊 这个阶段是不支持长字符串的 最高只能是 嗯 31个字符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 这是22个字符 底下也是 底下是20个字符 如果超过31个字符就会报错 然后这是一些教验的一些东西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对这个 嗯 对他的一些 余额进行写入嘛 比如说我们这个balance的话 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 嗯 地址对这个数量 对于这个U256的一个映射 那他下面的话 他的写入是 嗯 是用write 然后这个就是key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 那个写入的数量 然后写入数量 他既然是 就是他这块写法可能相对于斯里斯来说 有点复杂啊 斯里斯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加等于 减等于就可以了 他这块必须得就是write 然后把你的key写进去 然后你这边你要行 他这个值你得read一下 然后再去减一下 下面就是read一下 再加一下 这块可能相对比较繁琐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发送之间的一种写法 就是self.mit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上面定义的这个 transfer的这个名称 事件名称 他有两个一个from一个是to 然后还有三个 一个from一个to 一个value 就是对应的这三部分 这里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加上这个key 这啥意思呢 就是他就类似于slate里面的index的 就是我们那个slate里面的那个index 他不是 事件他不是可以加进那个index的那个 那个关键字吗 就是可以更好地缩影到 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叙述的话 可以给他加上key 这里暂时我们就先不加了 然后这是这个的内部方法 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是这块 这块比较复杂 我们就再给我来看一下 这块可能大家看得比较懵啊 这是啥什么东西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解释 他这个就是 他先获取到这个owner和spender的这个 措权容量 就是alliance 我们前面不是提到这块得传一个原组进去吗 然后一个owner一个spender 他会获取到这个allowance的数量 这个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U256啊 他是 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两个U128组成的 然后一个是低位 一个是高位 然后 他是 这个one mask 他是取到了这个U128这个值的最大值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授权量最大值 也就是说他这个U128就低位的这个U128 也是最大值 并且这个高位的U128也是最大值 那又说明这个他是无限授权 是吧 然后无限授权的话呢 就你改不改这个东西 你说你一次花两个十个 其实对于无限授权这么大事来说 就是无所谓的事情 并且你要改转那边的肯定还会靠 比更多gas嘛 就是他这也是一个小trick吧 就是先看是不是无限授权 如果是如果是无限授权的话 那就不用去做什么操作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就对这个 就我们调用我们上面的这个 这个是不是还没有写过来 对 就是调用去调用这个Prove Helper 去修改他的一些授权的一些数量 这个的话 我们也给他这粘过来吧 OK 他就是在这里调用了这个内部方法 然后这里的话也是他先去教验一下参数 然后对这个alounce去进行写入 记得这里这里是原祖啊 一定你一定不要搞错了 就是你一定要再写再写一个括号 然后这里也就是对他的进行发动事件 这里有小点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Approval这里 我已经不知过来吧 就是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前面这个emit 他是指定了 就from是sender to是recipient value是amount 那这块为什么只写了一个owner和sender呢 因为如果说这个在事件里定义的这个名称 比如说owner叫owner 然后这里也叫owner 然后他就可以简写 就是直接写owner 当然你也可以写着owner owner冒号owner 然后sender冒号spender 然后这样就比较 看着比较费劲嘛 然后这也是他的一个小trick吧 就是如果两个名字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省略到一个 然后直接写一个就行 当然后面这个value跟amount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就不能简写到 然后这块就是他的几个内部方法 就是这样写的 这个例子是caro的starwire最初给的一个rc20那个demo 当然他也接着更新了 如果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那个opensappling他们目前是怎么一个实现的方法 对于alons这块 这个酷是opensappling他们也在维护一个caro的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已经变成了starnet的component 已经不是我们正在写的那个starnetcontract 这component就是我们下节课要讲 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于这个继承的这块这个东西 因为caro里是没有继承的 所以说得用这个组件化把这个东西给它插入 而不是使用继承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看 他这个就是把这个各种各种这个写法都实现 比如说toto supply这边是使用这种大写格式的 他都有 像上面这种加下滑线格式他都他也都有 所以说他也是为了各种兼容嘛 他把它都实现了 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你想怎么实现就怎么实现了 就是他我觉得他目前应该是已经算是比较标准的 像opensappling的starnet cool 他大部分也是一些抽象的那种 就是abstract contract嘛 就是抽象合约 然后我们自己需要继承他 他大部分的合约也是没法直接部署的 必须得继承他然后实现一个自己的逻辑 然后再去部署自己的合约 然后在carver版本的话 他这个component的这种合约也是没有办法直接部署的 需要我们自己手写一个合约 然后再去对他进行一些自定义的属性 然后再进行部署 可以看到这里他就是使用了这个key的这个 然后对他这里都使用了这个key 可以让我们继续看我们刚才写的代码 然后到transfer这个 transfer因为我们需要获得一个叫 对就是在slate里面就一个叫message sender的一个 一个变量 当然carry里面没有这个变量 我们需要导入一下 引入一下 就是在carry里有好东西都需要手动引入 并不能说是我直接想用 我就可以用 比如说我想导入这个 getColoredAddress 这个就是获取 吊纸地址 也就是message sender的意思 它是一个方法 它并不是一个message sender 那个变量名 然后我们这里 去到sender getColoredAddress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去调用刚才写的这个 alper合约 一个是sender 一个是recipient 一个是amount OK 那这样我们就实现了这个transfer方法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 我们先试着编译一下吧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我们还要几块没实现 我们先实现完吧 这里的话我们也是跟transfer差不多的逻辑 给大家写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OK 这下我们来试一下 T-Contra-State 哦对 这里得把它这去掉 因为这个T-Contra-State其实是我们上面的范形 我们在实现里要使用的话是不能使用这个 T-Contra-State 它就是意思是我们取到这个合约本身的状态边量的地方 OK 那这样就是变形成功了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整个的这个合约的 1230合约本身就已经编写完了 然后编写完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测试 就是写单人测试 那这里有一个小点就是 我们要测试的话目前还没有Mint这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给它加上Mint这个方法 因为Mint肯定是一个最及时的功能 Mint也是需要修改的变量的 所以也要加上这个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Mint这个给它实现 我们Mint的话我们就是给这个账户 然后Mint这个数量的Token 我们就对这个Recipient的余额进行修改 就是我们得先获取到它当前的余额 然后再加上Amount数量 然后再给它写入到它当前的余额里 然后同时你也得把TotalSupply变形 TotalSupply是分了多近 OK然后这样我们就把Mint给实现了 当然这个后面还要加一个事件 就是发送这个 因为Mint肯定得发送一笔Transfer事件 我们看看我们就按照它这个写法 发送一个事件 From应该是零地址 然后To的话就是Recipient 然后Value是Amount 但是这个零地址不能这么写 就零地址前面也得写一个 也导入一个就这块 它是一个合约变量的一个长量的一个库吧 然后这里我们给它加上 这种写法可能比较复杂 我们再试试编译 OK 那这样我们这个合约可以说 就是写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测试 测试的话呢 就是我们它会提供给我们一个Test文件夹 然后里面有这个 它这个是它刚才那个Demo里提供的一个 一些测试逻辑 我们可以先把它注视一下 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测试的写法也是Carol的 并不像我们之前可能 Colid的合约需要用GIS去写 它这块是前面也需要引入这个地址 然后这块是Foundry它提供给我们的一些 它库里面这些内容 比如说Declare它啥用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 就是对这个合约进行Declare 进行Declare之后就可以进行Deploy部署 部署完之后就可以进行测试 我们这里看看 因为我们的这个构造函数是有三个变量 一个是Name 一个Symbol 一个Declare 然后这里的话它是啥意思呢 就是Contract Deploy 这里是它的构造函数的变量 如果说是我们这里没有构造函数 就是没有这个参数 就是一个空的 那就穿入一个空的这个书组就行了 如果说我们是有这个参数的 我们就给它盘上我们需要的参数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有三个参数的 一个Name,Symbol,Declare 那我们这里就需要传三个 我们可以先定义一个名字吧 那名字就是Feld252类型的 Test Token OK它是不能双引号 扔一单引号 PT的 然后这里我们给它剧掉 然后我们使用这种写法 这是Carrie 比如说我们要建立一个飞空速度 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写法 把Name和Single都传进去 然后Declare的话我们就传18吧 这个方法就是我们来部署合约的方法 它会返回一个地址 就是我们部署的这个合约的 在测试的黑核里面的地址 然后我们来写这个单测试 我们需要先导入一个 就是可以理解 把我们这个ABI导入进来 我们这边不是定义了一个 IE230的ABI吗 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导入进来 就是类似于它这个Demo的形式 这个Demo啥 这个Demo就是我们这里的package的名字 所以说这里是测试这里是需要前面是叫Demo的 然后E230 然后IE230 这个Demo是我们这个package的名字 然后这个 E230是我们这个包的名字 然后这个IE230 dispatcher是下面的这个 就是这个IE230 trait 它会给我们生成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这个IE230 dispatcher 一个就是这个 Dispatcher trait 这个是他们编译器通过这个trait 它会在底层为我们生成的这个东西 就生成这两个东西 它上面有什么错误 我们先试一下 那可能不能 特试的话就是用 Valge test 嗯 这里是好像是一个 这个 这个框的问题 把你包错了 感谢观看 嗯对这里应该加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前面 提到的这个 最后喜欢这块加上 它是一个快照 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速度传进去 它可能因为最后喜欢那块的问题 所以说可能会产生问题 所以说我们得加上这个东西 我们再试一下 可能还有没有错误 OK这项至少是没有什么错误 然后 下面这块是说是我们跑零的测试 因为我们还没有开始写测试 我们这个方法只是为了去 类似于平时单元测试里面那种 Zendup 就是我们只是为它 去生成一个前缀的一个 一个内容 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编写测试 编写测试的话 可以看到下面这个Demo 它是需要添加这个test这个红的 然后我们也按照它这个写法去写 比如说我们先测试一下 我们前面这个部署这些名字什么都是不OK 然后就是test init 因为前面这个它会返回一个合约地址 比如我们先就写个 12320address deploy deploy contract 这个名字是我们前面的合约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合约就叫12320 我们就把它粘过来 叫12320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包装一下 contract 这啥意思呢 就是这其实就类似于我们在写slate合约里面 比如说i12320括号 然后里面是合约地址 就是给它把合约地址 给它包装成一个12320的一个interface的一个对象 然后它就可以前面这个对象 它就可以直接去调用这些方法 比如说12320的name 这个就是一个12320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对象 我们肯定不能说直接使用12320address去调用它的name 所以给它包装一下才可以 然后我们先试一下这种是否成功了 OK它是出名成功 那我们就使用它这个assert判断一下 它的这个getname和我们前面定义的这个name 是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错了就是让牌 同样的我们再实验一下它的single 还有它的design 那不就是吧 我们就是说是 然后1,2,2,3吧 OK那就是可以看到它现在显示我们这个是都是测试成功的 就是包括制作画都是成功的 我们可以先简单再测试一下这个approved方法 因为approved方法里面有几个比较方便的一些点吧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同样的我们可以先去 适用这一行代码 然后来对这个进行部署 然后我还有这个 这个沾过来 然后我们来进来 来申明一个地址吧 叫color 这个还是得需要在那个显示的再引用一下 就是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 比如说我们那个0地址嘛 就需要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我们也是需要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我们也是需要这个东西 这啥意思呢 这就是通过这个caller 它去它生成那个石榴进制 给它生成一段那个 给它生成一个它对应的地址 其实这个写啥都可以 写一也可以写二也可以 就是跟这个习惯 我这里就是习惯写成caller 就是它前面这两名后面这两名 这个又是给它生成一个独特的地址 我们再生成一个spender的地址吧 spender地址就是跟它写法是一样的 OK 然后再生成一个amount 再订一个amount等于2000 意思就是我们给它生成一个指定的 U256类型的2000的一个数字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一点就是 因为因为这个approve它肯定是 它需要一个owner和expender 然后就是得这个message sender 它去调用这个approve 然后那个调用出来的那个allowance 它肯定是跟这个message sender有关系嘛 这里的话那个foundry它为我们提供的 一个叫prank的方法 其实这个在以太坊的主望 那个foundry里面也有这个方法 不过这个prank应该需要在这里先比用一下 比如说startprank 还有一个stopprank 这个意思就是在接下来对于这个er320合约的调用 然后我就希望使用这个caller来作为调用者 然后我们可以接下来一句调用 就是我们进行approve调用 然后spender amount 然后完事之后就可以把它给取消 取消就是stopprank 当然这个不需要也可以 但是这个如果说是对于就是我们传点比较少啊 就目前只是只对一个合约地址进行prank的话 那后面这句其实要不要都可以 但是如果说是就是很多地址 一会儿在同一个测试方法里 我们一会儿要对a进行prank 一会儿对b进行prank 建议大家把这个start和stop都对应的写上 因为可能会出现各种目前的问题 就是我之前遇到过 所以说建议大家把这个 就不论你用的到不到吧 就把这个stop都给它写上 就是不用的话就给它stop掉 我们检测试一下 可以说明这块语法是没问题的 然后这块 它的语意就是我们使用这个caller做message 然后调用approve 调用er320token的approve 调用了这个受选给spender数量什么的 然后我们这块再给它校验一下 我们前面这个数量到底对不对 嗯 ok 说明我们这块是确实是使用这个caller 作为message sender来去调用er320token的approve 因为它的120token前面这块 alance它第一个就是owner 第二个就是spender 然后说明这块确实是work成功的 然后其他的我就不再不怎么写 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 可以就是对每一个就进行试一试看看 每一个的这个单测试有一个什么点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到现在是把这个 合约的编写和合约的这个单测试基本是讲了一遍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再进行部署 部署的话 其实就是就是我们上节课也讲了一些 我们可以这节课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上节课的话 我们是用这个starkli这个命令进行部署的 对我们先把写的这个会计消息进行declare 然后这里declare的话就是target底下的这个这个文件 这个就是cr文件 然后后面需要指定keystore 好像有这是我们上节课生成的那个套地址 然后后面再加上rpc 然后后面再加上rpc 就讲了一些问题 看看我这个地址是不是找对 这个是不是那个呀 就是我之前有遇到过 好像是可能另外的那个agent那个墙包不太行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我之前也常是部署过 然后他有一个的钱包 就是他没有办法弄这个东西 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因为他目前有一些不是特别稳定 那节目有没有关系 放个节点是 对 应该是节感的问题 这下可以的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他是给我们返回了一个交易哈希 我们可以先去这里搜索一下 他就声明这是一笔declare的交易 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deploy 然后把上面这几个都粘贴过来 然后再把他的contract class class 再带出 然后是参数又写错了 这块是要写那个什么的 过得函数的 我忘记了 他有三个过得函数 过得函数里有三个参数 这块就可以使用这个str 它可以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比较简单的 在命团里写这个string的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确认一下 我记得是stark.ioi 它是里面有介绍这种方式 对它的u256也是 需要加一个u256前坠 我们可以试一下str先进行 比如说就叫token吧 然后decmo就是18 是 然后他会给我们一笔这个会议部署的交易 对 OK 然后这个也等个半分钟到一分钟 我们先稍微等一下 因为他一直在刷新状态 他这个页面会这么刷新的 嗯 我们现在没检锁到这个地址了 哦对 还有点就是他现在 嗯 测试网是逐渐迁移到这个sipolia了 然后高领是 估计就这一个月吧 可能到明年24年初就不再支持了 所以说大家可能后续就得迁移到这个sipolia这个网络 然后brothers好像是最近这两天 它是添加了这个对sipolia的支持 就这里 多了一项这个 之前是没有的 Urgent好像目前还没有支持 估计还得 要么就得手动添加节点 要么可能还得等一段时间才会有 OK那这里就嗯布置成功了 嗯 这里是部署的是这个164这个是吧 对就是164这个地址 这是部署的合约地址 而这是我们的账户钱包地址 这个地址就是 我们上次提到那个Universal Deployer的地址 它是一个嗯 就是我们通过 我们在starnet的部署 部署合约都是需要要用这个合约的这个deploy contract 去进行进行部署合约的 所以说这里有一个隐患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嗯 contractor里面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场景啊 需要一些比如说owner啊 比如说什么governor之类的 我们不能使用 我们不能使用那个owner等于message center这种写法 因为这个时候message center其实就是那个 其实是那个部署合约 是那个Universal Deployer合约 也就是这个041A这个合约 所以说不能使用那个写法 必须如果你需要在这个contractor里面去 嗯使用这个功能啊 最好是就把那个 那个变量传进来 比如说 嗯 saf.owner等于.write 然后写入这个参数这个owner 这样不要写那个message center 或者说叫getcalleraddress 这种技术是有风险的 ok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部署的这个合约 嗯它就是carl1 因为我们就是carl1写的 它可以识别说它是一个carl 它是一个12320 然后这块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ABI 它是应该是class 声明之后 它就会自动上传这个ABI 这个ABI是带这个包名的 我们不是起了个demo包名吗 然后里面有这种 12320啊 i12320 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方法名 但是它是没有具体的代码实现的 然后这里是可以读取 可以读 可以写 比如说name 我们读一下 我们刚才叫token 它就是t simple应该是tt 对 然后decim就是18 然后这样我们整个合约又不是成功了 然后这块就是写方法 我们可以连钱包去写 也可以 就是用通过命令行 比如stack.ri envoke 然后加合约地址 加上这个 按照名 加上你的参数去 去调用 这个我们就不演示了 毕竟很简单上 你也可以做过 然后这节课时间比较长了 嗯 那就我的讲的内容大概就这样 然后看看大家什么问题 没有 我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 刚刚那个mint这个合约 就是铸造这个合约 铸造这个函数 就是 呃 如果 嗯 我不写在那个IER420这个接口里面 呃 直接可以在这个合约里面 去实现它应该也是可以的对吧 还是这样的 我等一下 嗯我理解你也就是肯定是IER420 它肯定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 一个东西嘛 对吧 它就是指示 只希望实现它的这个 嗯标准的方法 然后这个我写的这个mint 它是 呃就是为了方便测试 其实 呃如果说我们希望维持这种 就是IER420比较干净的写法 我们可以再写一个trade 写多个 然后 在合约里面 就是它可以 呃有方法不实现某个 就是不不来自于这个 呃缺义里面的 或者说我们叫接口里面的 呃可以吗 呃可以是可以 但是 呃 对外部就能够用吗 外部还是能够用 呃可以 你可以在这直接写一个 呃External 然后去调用一个 去声明一个函数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 呃 比如说在测试的时候 不是我看到用了一个 dispatcher 去调用这个函数吗 对 那这种情况下 那那怎么调 还是说这种 嗯 对这种就没办法调了 这种是 就这种它 我记得这种好像是不能读到 这个 这个 合约震动变量的 比如说你可以写一个 呃 你可以定一个max 或者定一个add 你可以简单一个 呃 加法乘法 这种可以 但是你要去想在合约调用里 或者单约测试里 或者怎么着调这个 就是做不到的 一般来说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般就是 我们为了保持这个 iES20的这种整洁性了 我会再去定义一个 再去定义一个trade 然后把这个mint放这儿 然后 呃我们再去下面的话 在这里 就是我们不是前面已经实现了 这个吗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再复制一遍 就是再给他写一遍 明白了 明白了 对对对 就是你把它再放在多 多个块里给他 给他实现一下 就这样实现 呃这这也是一个 目前常用的方式 对就跟 其实就跟我们在slate 写 比如他他 他不也有什么 他一二三上 也有各种什么cap 多种接口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我不过他有一个不一样的是说 嗯 rc20就solidity里面 你不在接口里面 其实有没有接口无所谓 就他 啊是 对你就算不继承也无所谓 反正 对对对对对 对其他同学也没有问题 呃大大佬 你把你刚才那个部 就是部署的那种命令 我再看一下 嗯好的 嗯就是stark ii deploy 然后这个是 那个 嗯 class hash的那个 class hash 然后后面就是 嗯参数 然后接下来就是对应的这个 呃账户的一些信息 然后最后就是rbc信息 先好的好的 谢谢 其实后面这些可以把它放在 环境变量里面 哎对的对 是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你说在呃constructor里面 比如说我要做message center等于owner 就类似于solidity的那种里面的那种操作的话 我应该怎么样写是比较安全的 嗯就是比如说呃假设啊假设我这有一个owner 我先给他写一下 我这家里一个owner 然后按照我们平常的想法可能就是self.owner.write 等于getcalleraddress 对吧 这种是我们可能是写一台网合约常用的这种思维 但是由于他这个合约就是carl合约 他是通过这个universal deployer就是这个合约 这个我可以理解为系统合约吗 还是说上户的 可以可以 可以 他就是一个嗯 这个网络为大家提供的一个部署合约 然后就是这个 4EA这个就是所有部署的操作都得走这个 然后他就叫universal deployer 然后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他这个这个地址就是他的地址 就是他这个合约的地址 就说你要把你要这样写的话 那owner变成别人的地址了 所以说这种话一般就是 就是你就把它这儿再加一个参数 就叫owner 然后contract address 然后把这个写成你传你传进来这个owner 就行了 这样也可以 哦就就没有办法说通过 呃就是本身自带的传数必须通过那个传进来的参数来写这个东西是吧 嗯对就是这块是这块限制是指对这个构造函数 嗯有限制 像其他的你掉这个你掉什么呃 transfer 的话 那这个colour address 就是你真真实的那个账户的地址 哦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 嗯没事 但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谢谢Tim 好的感谢大家 嗯好的拜拜 嗯好拜拜 谢谢 gateway 一会儿 柄 咦 鱼 人